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根據這個條例所送出來的特別預算的第一期 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的部會首長 都是跟我們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以及特別預算特別有關的相關部會的首長 有關整體經濟 GDP就業等等部分 那是不是請我們主計長來做個說明 先對那個GDP做一個說明 那根據那個第一期所謂4200億 我們如果分佈在106年到110年的8月間的話 我們的估計它的實質的GDP會增加0.1% 它的金額的實質的金額會增加4705億 明目的金額大概是增加5065億 GDP的成長我剛才講是會大概會增加0.1% 就業的話因為目前我們沒有做這個估計 謝謝 好那是不是主委有沒有補充 就業的部分是國外會在估計了 目前還沒有算出來 我們因為數字還在做競算 總之這個後一點再來給各位公佈在網站上 讓大家知道吧 謝謝